这个品种叫做玛丽玫瑰 它是英国奥斯汀公司于1983年推出来的一款庭院品种 现在虽然在国内来说不是被很多人喜欢 但是这款乐剂是国内众多优秀乐剂的清本之一 这款它其实又叫玛丽螺丝 因为它的品种名就叫Mary Rose 它不是日本的那个玛丽玫瑰 因为那个玛丽玫瑰是颜色比较奇特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自然的一款乐剂 它不是特别适合阳台并栽栽种 它整个罐服会非常的圆润饱满 是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拱形 抗病性不会特别优秀 不像现在的一些比较抗病的那些ADR的品种 但是说它的长势是完全OK的 长势是属于中等偏上的 像现在群开的话 它的香味它能达到一定的墨药味的香氛 是在比较凉爽湿度大的10点钟左右的早晨 它的那个墨药的香味是最浓的 玛丽玫瑰它的耐热性是相当优秀的 在福建这种相对干热一点的地区呢 它夏天的花形花的大小是几乎不缩水的 就比如说现在春花能展开这么大 然后夏花的时候它展开也有这么大 而且它里面的花形的话是几乎不会变的 所以说它的抗热性是相当优秀的 整个植株在夏季是非常健康的 茁壮的生长的 即使在福州一个月40度的高温情况下 它都会长得非常好 而且据说玛丽玫瑰的耐含性也不错 所以说它其实对温度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皮实抗燥的一个品种 好了今天这个玛丽玫瑰就介绍到这里